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九十三回 听了黑脸大汉的话之后,柳鸣啊却笑而不达了 此刻杨潜也走了过来,立刻催促道 好了好了,现在可不是放松的时候,快一些将这些尸体处理一下,赶紧恢复一下法力 这三头腰圆也没有返回山上的话,我可不敢保证剩下的那几只还会这般安奔的留守在上面,赶紧上一个地点,你藏好 一听这话,其他人都心中一领 当即金羽动手从灰原尸体中将苦胆取出 其他人呢,则放出火球将三具尸体都化为了灰烬 接下来三人丝毫没有耽搁离开了山谷 此地顿时又变得静悄悄的了 两个时辰过后,山谷外却再次的传来了轰隆隆的脚步之声 随之黑影一晃,一金一黑两头腰圆一闪出现在了入口处 其中那头金毛腰圆高不过丈许 但身上套着一件简衣木甲,手中指着一根王口粗的翠绿色的木棒 他的双目荧光闪动不已,仿佛灵性十足啊 两头腰圆几个跳动过后,就来到了先前三头腰圆被击杀的地方转了一圈 其中那头黑色腰圆鼻子还秀了秀,脸上现出了一丝疑惑之色 而金毛腰圆呢,却俯身从附近泥土中抓出了一根黑乎乎的巨棒 上面赫然还沾满了血迹 也用鼻子凑前一吻,当即仰手发出了一声怒吼 随之刺猿浑身毛发笔直竖起 身躯骤然一丈,化为了四丈有余 并且猛然几个蹦跳过后,就一下子跳到了先前金羽藏身的那片石堆上 两手猛然往下方一拍 轰烈一声过后,方圆树杖之内的石头全都瞬间化为了粉碎 并且所有的碎石飞快的往腰圆双手中一凝 赫然化为立根七八丈长的青天石棍 巨园,只是两手握棍,骤然往两端一划而过 石棍表面一下子就变得光滑了许多 同时呢,有灰白变成了淡银的金属的色泽 金毛腰圆将银色的巨棍一轮,往下方狠狠砸起 顿时下方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过后 整片乱石堆就全都化为了一个半丈深的巨坑了 随之巨园呢,手舞银色的巨棍到处一阵乱舞 几乎将整个山谷都砸塌了半边呀 这才终于怒意,稍稍削了几分 身躯一闪,恢复原来大小 将手中的巨棍随意往地上一抛 就带着黑园离开了 那银色巨棍在一离开腰圆双手过后 竟然几个呼吸的功夫就在地面上褪去了荧光 重新变成了灰白 一股清风吹过,整根棍子扑的一声化为粉末 两只腰圆刚一走到出口的时候 走在最前面的那只金毛腰圆忽然鼻子微微一动 某人身躯一蹲,双足狠狠一用力 就巨鹰般的奔附近的一块山石扑去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快跑 生石后,当即传出了一声惊恐的声音 随之,嗖嗖两声,两道人影 弩剑般的向不同的方向,鸡舍而去 赫然呀,是两名身穿风火门服饰的青年 虽然两个人是被先前山谷中的动静吸引过来的 但是在看清楚了金毛腰圆的肆虐惊人实力之后 哪儿还敢再露面啊 却没想到这金毛腰圆嗅觉啊,灵敏无比 仍然显露出了自己的行踪 如此情形之下,这两个人只能大惊失色逃之夭夭 空中的金毛腰圆却一声嘀吼过后 两手冲两个人呼呼两拳狠狠捣出 这两名风火门弟子呀 只觉得背后一股巨力狂涌而来 无奈之下,只能一个身躯一晃向旁边一躲而开 一个呢,则只能是驻足转身 硬着头皮,反而劈出一剑 轰轰两声过后 一人身旁当即就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土坑 其浪一卷而开过后 也被波及的一个亮枪差点摔倒 另外一个人更不计了 所发的剑气刚一接触巨力 就被压得硬生生的倒剑而回了 要不是其急忙捏碎了手中的一张符路 让体表绿光狂闪挡下了剑光 恐怕还真的要被一斩两斜 但就是这样 随后而来的距离呢 也让其身躯一阵 狂碰一口鲜血 整个人就稻草一般的倒飞了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金毛腰圆却身躯一扭 扑出方向一遍 已经夹带一股恶风 到了钢台 劈出剑气的男子身前处了 这名烽火门弟子 才刚刚的站稳了身形 一剑此井自然大惊失色 只能一张口 一道轻盲击之而出 同时呢 手中长剑 在猛然一抖 顿时一股堂堂的火焰 从上面狂卷而出 金毛腰圆目睹此井 却想都不想的一声大吼 一股白茫茫的音波 是狂涌而出 将击射而来的轻盲火浪 全都是一卷粉碎 并顺势将对面的男子站的身躯一宁 五官顿时流泻而出 巨盲身形一动 顺一般的就出现在了男子背后处 两条手臂在一个模糊 死死的扣住了双肩 烽火门弟子啊的一声大叫 再想做出什么反应 已经迟了 金毛巨圆只是双臂猛然一拥力 就将手中男子斜的撕裂成了两片 再张大口就将写露出来的一颗 还微微跳动的心脏咬去了大半 旁边的另一名烽火门弟子 见此情形 吓得是魂飞魄散的 几乎想都不想一口气捏碎身上所有的符禄 提表当即就三层颜色不同光照浮显而出 同时双足还有清白两种不同颜色的符纹飞舞而起 扑地声 他化为了一团青光破空而走 金毛幽圆 见此情形 没有做出马上去追的举动 反而将手中的尸体一扔 一个纵月跳到了一块足有水缸一般大小的青色的山石前 他肩头一晃 身上气息狂胀数倍 就在毛发倒树之下重新化为了四丈高的巨猿 两条手臂再一动过后就一把抓住了青色的巨石 毫不费力的举过了顶 巨猿一声低吼过后 两只大手中骤然荧光大放 原本看似普通的山石 一下子化为了银灿灿的银色 随之巨猿两只手臂再粗大 就将银色的石块硬生生的朝远处虚空狠狠投出 目标 赫然是已经飞出一段距离的那名烽火门男子 此男子正才拼命的催动法力向前击舍而走 忽然两耳听到呼吁一声问响 还没有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身躯被银色的巨石从后面硬生生的砸了个正着啊 树层护照 在巨石狂压之下 只胡的一般应声而碎 本人呢更是惨叫了一声当场毕命而亡 虚弱模糊的身躯 再也没有任何人形 从高空直直而下 金毛巨猿几个闪动一般的纵跳过后 就在低空中一把抓住了掉下的尸体 手臂一动撕裂数片 这才将蚕食抛开 两手在狠狠的一锤胸膛 仰手发出了一声凄厉的长叫 吼声轰隆的直冲九霄云外啊 甚至于传出了十余里远 还滞留在附近的六宗弟子 听到此吼 军都心中大脸 除非说对自己的实力极为自信之辈 都不约而同的远远避开此区 但是西巴里外的一座天然石洞中 正在调息吐纳的柳明杨前等人一听到吼声 都不禁睁开了双目 看来身上的妖元一定发现同伴失踪的 若是这样的话 他们现在警惕心一定颇高 这两天不好再行动了 我们必须再等这两天 再行引诱之策 是啊 杨师兄说的有道理 不过这两天的时间也不能白浪费啊 不如我们暂时分开 先各自行事 等第三天的时候再到这里会合怎么样 嗯 分开一下 这个主意的确不错 密定中每一天都珍贵异常啊 怎样要充分的利用好 黑脸青年表示赞同 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们就这么决定了 等休息好了 就各自独立行动两天 白师弟 金师弟 我这有两瓶药酒 你们回头呢 就将这妖元的苦胆尽快的服下 否则时间一长 效力可会大减呢 黑脸青年忽然冲柳明二人说道 接着手掌一个翻转 手心中多出了两枚不大的细长的瓷瓶出来 多谢英雄了 那小弟就不客气了 柳明文言倒也没有客气接着过来 于是接下来那几个人没有再多聊 而是纷纷的专心调息吐纳 数个时辰过后 当柳明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 石洞中赫然除了自己之外 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他对此倒是丝毫没有诧异 反而不慌不忙的将先前收起来的瓷瓶掏了出来 打开盖子 往鼻下轻轻一绣 然后再目光闪动的响了响 又从身上摸出了一颗白色的丹药 捏碎倒入里边 他将瓷瓶轻轻的晃了晃 目光再往里面一扫 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取出先前装着腰胆的木盒出来 片刻的功夫过后 他就强忍着浓浓的腥味 将紫红色的腰胆先含在口中 再用半瓶的药酒直接送下 柳铭倾客之间啊 就感到小腹中一股热气涌出 当即不敢怠慢的 再次双目一腻 开始慢慢练化起来 一个多时辰过后 他才轻口一口气站起了身 略意活动手脚 隐约一阵爆响之声 从各个关节传出 柳铭目光一闪 双足微微一用力 整个人竟轻飘飘的一跳树丈高啊 一条手臂在一个模糊过后 就一把将石洞顶部的一块突出的部分岩石抓住 然后五指略用力 哼一声 看似坚硬的岩石当即就化为了碎石了 柳铭身须一扭过后 再次飘下 仿佛整个身体都没有多少分量 不错 力气增加了不少 不过先前服用的那株射空草的效果 似乎也同样十分的明显了 现在 从高空落下 即使不用腾空术 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 至于速度方面 柳铭抬起双手 仔细打量了几下 但是说到最后一句 忽然肩头一晃 整个人就清风一般的从原地一扑而出 随之整个石洞中破空之声大响 一道道模糊的虚影纷纷重叠而出 一时之间 仿佛有七八个柳铭同时在洞中出现 当所有的虚影一脸往同一处扑过去的时候 又重新汇聚出了柳铭清晰异常的身影出来 不错 但以速度而论 应该比刚进入秘境的时候 起码快成了三成 这也难怪啊 这可是没有任何法术密技加持的结果 若是说再动用其他增幅辅助 速度更会快到一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呀 那社空草 怪不得说能够裂入天地灵物之中 果然是效果惊人 不过此草似乎还有必读清新的作用 这两种效果如何却是眼下没有办法测试出来的 大概说那只有等以后遇到相关麻烦才能体现 柳铭心念一转 他想到了这些 下面的时候他也不打算继续留在石洞 而是将自己身边的东西略收拾过后 不慌不忙的离开了石洞 笔直山峰的附近处 一团白光正围着山峰一圈圈的绕舍而行 后面却跟着一大一小两只浑身幽黑的妖琴 四尺鼓风脊椎不放啊 三者转眼之间就绕了山峰七八圈之多 并在不知不觉当中降落到了离山峰不远处的山脚处 忽然白光中一声娇叱 一道白茫茫的航光一脚而出 后面两只妖琴似乎吃过什么苦头 顿时一声奸鸣 急忙双翅乱山 这才两两一退 他勉强避过了航光啊 就在这个时候 附近看似空荡荡的峭壁上 另有着一道血光一脚而出 并一闪化为了一口树丈长的血色的巨刃 从较小的妖琴一脚而下 那只小一些的妖琴大惊失色 急忙双翅一斗 顿时吱吱吱声大响 竟有大片的淋雨 一下子黑芒一般暴雨般射出啊 当其一阵连绵爆裂过后 血光一接触之下 竟被洞穿成了千疮百孔了 但残余的血光仍然毫不停留的 冲小一些的妖琴一展而来 轰的一声过后 却是另外一头妖亭急尸而来 用一只翅膀狠狠一扇 撞在了残余血光上 将其撞得一散而开 不过此刻 远处白色光球中 却突然传来了一个冷冷的声音 神剑合一 话音刚落 白色光球当中的模糊人影 似乎一动 随之一道天外惊鸿一闪而逝 奔巨大的妖琴一卷而去 此惊鸿尚未真的接近 巨大的妖琴就已经感受到了致命的危险 急忙双翅 狂拍叫马上避开 但是这个时候 原本被其击散的血光 却骤然一个模糊 化为了一根根血丝 飞快的缠在了其的身躯上 并一绷而紧 让其转动不灵起来 而就在这略迟疑的功夫 韩森森的惊鸿 就从巨大的妖琴身躯上一闪而过 在一个盘旋过后 又围着小一些的妖琴 闪电般的绕了一圈 当晶莹的见光一脸过后 那虚空中就出现出了一名 身穿天月宗服饰的年轻女子 只见她 手中执着那口血白的长戒 脸色是非常的苍白 显然说刚才一击啊 让她的法力消耗非常的大 就在这个时候 两头妖琴身上才突然鲜血激射 同时化为了四半从高空坠下 张师妹好厉害的神通 这铁语雕一身淋雨 连我血刀都能够轻易破去 却被师妹一见就同时斩杀 不过师妹你没事吧 我看你脸色可不大好啊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摩天祭第九十四回